我们化学生装 眼影颜色一定不能特别的重 我们选用的是一个浅金色的 争取适当的亮 涂一整够的温暖处 过度的一定要自然 同时我们算用人也要刻画上 空画的位置呢是后颜尾三分之二处 之后我们选用白色的眼影 要图一眉骨处进行提亮 眉骨呢是这个位置 要与下面的金色有一个融合 同时呢我们也要把向眼影 眼头处这三分之一的位置 也画上 第三个步骤呢我们要选用一个笔刷 争取少量的黑色来刻画 要涂于睫毛根部 做一个眼线的画法 这里我们就不刻画眼线了 男尾能让微微的向后拉长 可以再加重一点 同时也把下眼角画上 这样整个眼部妆容就画好了 一会儿我们要来涂睫毛膏 第四个步骤 我们要用睫毛夹 把自己的睫毛夹卷翘 我们画正常妆容的时候 一定要粘贴假睫毛 因为今天我们画的是 清晨可爱的学生妆容 所以我们就只需要涂睫毛膏 我们要先进行的这样刷 同时也要把下睫毛刻画上 这样睫毛部分也打造好了 下面我们来涂化分红 我们选用的是一款淡粉色系的腮红 一定要在手背上 把多余的粉质去掉 我们要轻轻地点按于苹果机上 也就是效极这个位置 酸红刻画完之后呢 我们要选用一个自然颜色的唇彩 来刻画嘴唇 这样整个妆容就打造了这半边脸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明显的对比变化呢 下面我们来赶快打造另一边的脸吧 中法呢都是相同的 我们来看 这样青春又有活力的学生妆容 就打架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赶快去尝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